從小出生在音樂世家 他在音樂上的天賦 讓他不到22歲 就成為柏林愛樂管弦樂團 史上最年輕的單皇館首席 問他最美的音樂是什麼 這是什麼你不必要告訴別人 這是什麼能夠達到 誰想要達到 柏林愛樂管弦樂團 即將在台演出 安德烈奧登薩莫 也將帶來意想不到的音樂饗宴 記者張振傑台北報導 如果生命要走到盡頭了